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年年,你妈走了 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我帮你找个亲人怎么样 我妈的丧事一半晚 隔壁王沈就不怀好意地来到我家 村头的刘二狗 家里有咱村唯一的大楼房 他妈还养了好几头猪 你跟着他 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一辈子不用愁 我面无表情 你怎么不说刘二狗是个傻子呢 王沈神情危僵 傻子怎么了 傻子听话好拿捏 刘二狗那么好 你让你闺女嫁吧 反正他跟我一样大 说完,我直接关上门 王沈不甘心地想进来 直接被门板拍飞 他站在我家门外破口大骂 你个有爹生没爹养的野种 老娘给你介绍对象是给你脸 你还不知好歹 我呸 我忍无可忍 怒气冲冲地回 你才没爹 我告诉你 我爹马上就要来了 等他来了 要你好看 我妈临终前给了我三张明片 告诉我 我爹是这三人其中一个 昨晚 我给这三个待定的爹都打了电话 算算时间 他们应该快到了 真是笑死个人了 我就不信你们孤儿寡母十几年了 还能冒出来个爹 满脸嘲讽的王沈 扯着大嗓门 在村里吆喝 大家快来看戏呀 陈年年说 他爹要来接他了 没一会儿 村里爱看戏的老头老太太们 都聚集到我家门前 陈年年真的有爹 他亲口说的 还能有假 也不知道他爹咋样 有没有钱 会不会对他好 且 要真是个好爹 能把他们母女 丢在这偏僻的小山村 王沈说着 下巴抬得老高 以我看 他爹肯定是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渣男 来接陈年年 肯定是想把他嫁了换点彩礼钱 王沈正说的尽兴 不远处 一排长长的车队快速靠近 在我家门前停下 有保镖涌出 拥护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帅气中年男人下车 在看清楚男人的脸的时候 村民们震惊到结巴 这这这 这不是首富林祥妃吗 一旦激起千层浪 村民们炸开了锅 哎呀 首富来咱们村了 咱们村是不是要拆迁 是不是要发财了 激动的村民 想上前跟首富套近乎 被保镖们挡着 无法靠近半步 首富林祥妃 迈着长腿朝着走来 神情威严 举手投足间透露着浑然天成的贵气 站在我面前 她红了眼眶 一把把我拥入怀中 年年 爹爹来晚了 我的天 陈年年 竟然是首富的女儿 这怎么可能 亡审极度地五官扭曲 保镖们捏了捏拳 她连忙闭嘴 露出谄媚的笑 我则有些蒙圈 我妈告诉我 我爹是他们三个其中一个 我运气这么好 来的第一个就是我爹 年年 在开口时 首富爸爸已经哽咽 是爸爸不好 让你受苦了 你放心 以后我会一千倍 一万倍地对你好 把你这么多年 吃的苦都补偿回来 我其实想说 我也没怎么吃苦 毕竟我妈是个奇女子 可对着首富爸爸 满是愧疚和疼爱的眼睛 我把话憋了回去 点了点头 走 年年 我这就带你回家 说着 首富爸爸 就拉着我准备带我走 就在这时 一道穿着白大褂的身影 见不而来 一把抱住我 年年 爸爸来晚了 爸爸对不起你啊 村民们惊呆了 我也惊呆了 所以 首富跟这个穿白大褂的 到底哪个是我亲爹 白大褂爸爸 跟首富爸爸年龄相当 都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 气质却截然不同 首富爸爸气宇轩昂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有钱 白大褂爸爸打扮朴素 还戴着眼镜 可他身后跟着的人 却一点也不朴素 齐博士 您慢点 您腰室有一点损伤 咱们没法跟上面交代啊 是啊 您的每一个研究成果 都能造福人类 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那些人都要给医学博士爸爸 跪下来了 博士爸爸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 他看着我 哭花了眼镜 对不起年年 爸爸以前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放心 以后医学研究什么的 都没你重要 你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走 年年 爸爸带你回家 博士爸爸拉着我的手 也准备带我离开 首富爸爸不乐意了 这是我的女儿 他拉着我的另外一只手 两人正叫着劲 一个穿着身裏上衣和紧身裤 染着白发 比首富爸爸和医学博士爸爸 年轻差不多十岁的骚包男人 从跑车上下来 啊 王沈的女儿王小芳惊呼出声 是影帝流年 是我最喜欢的影帝流年啊 在王小芳的尖叫声中 她走到我面前 年年是我的女儿 你们谁也不能带她走 说着 她看向我 眼中含泪 年年 我才是你爸爸呀 我的天 有生之年 我竟然能当面看到流年 王小芳激动的声音 让全城目瞪口呆的村民们回过神 全国首富 医学泰斗和三料影帝 竟然抢着给陈年年当爹 陈年年发达了 要一步登天了 这下 王小芳不爽了 妈 你看陈年年 她妈多厉害 给她找了三个牛哄哄的爹 你再看看你 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你个死丫头骗子 看我不打死你 人群喧闹的同时 我这边也不安静 这三人在外面 都是众人仰望的存在 但现在 他们竟然为了争我这个女儿 小学生吵架 首富爸爸 年年的气质 跟我的一模一样 博士爸爸 你放屁 就你那爆发户气质 年年看起来 明明就跟我一样儒雅 学富五车 影帝爸爸 你们可闭嘴吧 年年那么漂亮 显然是随了我 再让他们争下去 我耳朵都要起茧了 我试探性地开口 咱就是说不能做个亲子鉴定吗 我的话出口 几个待定爸爸沉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然后一口同声 做就做 首富爸爸大手一挥 当即让人取了我们四个人的头发 让人拿去城里的医院做亲子鉴定 他手底下的人拿了头发准备离开 医学博士爸爸不乐意了 都是你的人 谁知道你会不会动手脚 就是影帝爸爸附和 三人又是一阵掰扯 最终三个爸爸各派了自己信任的人 一起去做亲子鉴定 我所在的村庄是出了名的偏僻 这一来一回的 想要今天离开 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三个爸爸都决定先进屋 见村民们还密密麻麻地守在我家门口 首富爸爸又大手一挥 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爱人和孩子的照顾 这样吧 每人一个大红包 他的话印刚落 手底下的人就从车上提下来挤袋子的钱 给村民们一人发一叠 看那一叠得有一万 谢谢首富 首富真是人帅心善 不愧是首富 出手就是大气 年年真是有个好爹啊 村民们不要钱似的说着好听的话 就连之前要把我嫁给村头的刘二狗 还骂我是野种的王沈 也滋着一口大黄牙 哎呀 首富就是首富 真是帅烈 帅魄 小方 你经常说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王小方嫌弃地白了他一眼 帅烈苍穹 这下 他也不生气了 一拍手 对 首富就是帅烈苍穹 说着 他就伸出双手 做好接钱的动作 我适时看向首富爸爸 爸爸 刚才那个婶子说我是野种 还要把我嫁给村子里的刘二狗 岂有此理 三个爸爸顿时怒不可遏 哪还顾得上形象 撸起袖子就要做王婶 我连忙拦住他们 冷静冷静 不给他红包就行了 那肯定不能给 快到手的钱飞走了 王婶坐在地上哭出了声 哭声刺耳 首富爸爸微微皱眉 老村长连忙让人把王婶拉回去 要是惹得首富不开心 不给咱们钱了 你不急我们吗 就是就是 村民们明示里的态度 让首富爸爸满意点头 俗话说 三个男人一台戏 首富爸爸得意了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影帝爸爸打了个响指 对着经纪人说 把这次我们出行带的物资全都搬下来 给村民们发发 行 经纪人应声后 安排几个助理搬东西 发东西 盛乡的泡面 矿泉水 各种零食水果 还有好几个新毯子 都从车上搬了下来 我忍不住对着影帝爸爸的经纪人 竖起了大拇指 看得出来 您把影帝爸爸照顾得很好 那是经纪人阿姨得意一笑 村民们再次喜笑颜开 对了 影帝爸爸吹了吹刘海 补充了一句 每份物资里面都加一份我的签名照 签名照什么的 村民们不在意 可是影帝爸爸的粉丝王小芳在意呀 啊 我想要 他控制不住地尖叫出声 然而影帝爸爸一脸冷漠 你没有 很显然 他还在因为王沈欺负我的事情生气 王小芳顿时崩溃大哭 哭着往家走 边走边喊 妈 都怪你 王小芳哭得凄惨 我却一点也不心疼 村子里的大部分村民都挺好 但总有那么几个不好的 王小芳跟他妈就是不好的典型 我妈还在世的时候 他们母女俩就经常整些幺蛾子 只是他们斗不过我妈 每次嚣张地来挑衅 最后都灰溜溜地走人 我给我妈办葬礼的时候 两人就开始打着算盘 王沈说要是能把我说给刘二狗 刘二狗他妈肯定会给他几袋大迷表示感谢 王小芳在一旁鼓掌 说我长得狐媚像 只配刘二狗那种傻子 两人算计得开心 碰巧被我听了个正着 只是那时候忙着给我妈办丧事 就没找他们算账 现在有机会 当然要教训他们 首富爸爸和影帝爸爸都在人群中刷了一波好感 医学博士爸爸坐不住了 他准备回车上拿些什么 身边的人立马紧张 您别动 您可千万别动 有什么事情我们来 几分钟后 助理们拿来了折叠的桌子和椅子 摆好 博士爸爸拍了拍自己的白大褂 坐下 扶了扶眼镜 免费问诊一小时 年轻人对这个兴趣不大 奈何村子里大都是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很快就排了一场队 排在第一的是小石头的爷爷 医生 我的手忽然不能动了 都一个星期了 您看看我这手是不是废了 博士爸爸握着小石头爷爷的手看了看 然后轻轻一拧 好了 你看看能不能动了 石头爷爷试探性地动了动 哎呦 神了 手真的能动了 一旦激起千层浪 村民们更期待了 博士爸爸神色淡然 宠辱不惊 脱旧而已 下一个 就这样 一个小时后 原本一身毛病的爷爷奶奶们 腰部酸了腿不疼了 脸上笑容都多了 行了 都散了吧 好嘞 大家麻溜走人 走起路来都比以前快了不少 人群散去 三个爸爸交换了一下眼神 平局 爸爸们累了吧 咱们进去坐一坐 歇一歇 我提议 原本气氛微妙的爸爸们对着我露出笑脸 听年年的 年年说了算 年年真贴心 进去后 我给他们三人 一人倒了杯茶水 原本对着干的三人忽然情绪低落 影帝爸爸看着面前的杯垫 黯然开口 秦秦姐还是跟以前一样心灵手巧 毫无疑问 她口中的秦秦姐指的是我妈方秦 此时 影帝爸爸璀璨的眸光暗淡 一眼看过去 只让人心碎 我忽然理解了之前王小芳说 她的偶像流年 有一种破碎感是什么意思了 但是 破碎感归破碎感 我妈秦快归秦快 可那杯垫 是我某嬉嬉几块钱买的 倒也不必硬夸 医学博士爸爸紧随其后 他看着面前的茶水 又欣慰又难过 以前小芹就说想学习炒茶 现在看来 他已经学会了 我 这茶叶分明是我赶大吉的时候 在街上买的 十几块钱一大袋子 怎么就成我妈亲手炒的了 首富爸爸环顾四周 没找到能发挥的东西 便走到了院子里 看着院子里的小黄花 笑得一脸感伤 秦秦还是这么喜欢种花种瓜 她口中的花 指的是院子里长的野花 口中的瓜 指的是墙角那颗圆滚滚的西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西瓜 好像是我去年在那里蹲坑后长出来的 内心的吐槽太多 再让他们三个发挥下去 我都要憋窒息了 索性 我转移话题 虽然亲子鉴定结果还没出来 但其实根据我的年龄 只要知道那个阶段跟我妈谈恋爱的人是谁 就知道我爸爸是谁了呀 三位爸爸浑身一脸 再次一口同声 是我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我妈妈水性杨花 叫她三只船 跟你们三个一起谈恋爱 当然不是 你妈妈才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们到底谁在撒谎 还是说你们都在撒谎 是她 三个爸爸 你指我我指你 明明就是你撒谎 是你才对 笑话 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用得着撒谎 得了吧 在我堂堂影帝的面前 吹嘘自己的颜值 你脸真大 他们又开始斗嘴 把我的质问忽略了个彻底 我只能无力服额 我妈是个奇女子 从小我就能感受到 她的与众不同 她长得好看 武力值高超 学识也渊博 只是我没有想到 就连情感经历也如此独特 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地方 晚上三个爸爸在院子里打起了地铺 首富爸爸的床 纯黑白色调 却一点也不低调 产品上的大牌 logo金光闪闪 影帝爸爸的床色彩丰富 床头还挂着他的巨大海报 装饰了一些彩灯 绚烂十足 医学博士爸爸的床就要低调得多 简单普通 但怕他伤到了哪儿 他身边那几人把床铺得格外厚 棉花被都铺了两床 第二天一大早 亲子鉴定的结果就送过来了 几个爸爸抢着要看 一番争抢后 三份亲自鉴定落在了我的手里 年年 你快看 你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将三份报告打开 摆在面前 一起看 顿时 几个硕大的99.99%出现在眼前 我揉了揉眼睛再睁开 确定自己没认错 所以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 我跟这三人都是妇女关系 离谱 太离谱了 我抬眼看向他们 就见伸长脖子的三人看到结果之后 同时松了一口气 得 我就算是傻子也知道 鉴定结果有人动了手脚 不对 应该说 这三人都动了手脚 松了一口气的三人 重新坐回椅子上 既然年年是我们三个人的孩子 那不如我们比一比 谁更给他最好的 如何 首富爸爸信心十足 另外两位爸爸不乐意了 他们条件都不差 但是论比物质 谁能比得过首富 这样吧 让年年自己选择跟谁 博士爸爸的提议一出 三人就看向我 依旧是首富爸爸抢在前面 年年 我能让你成为福布斯排行榜上 最年轻的女富豪 年年 我这辈子的研究成果 多到数不过来 虽然钱财上比不过林祥飞 但也可以让你吃穿不愁几辈子 最重要的是 爸爸爱你啊 博士爸爸满眼父爱 影帝爸爸也不甘示弱 年年 我让我名下的公司包装你 让你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大明星 我 见我不说话 三个爸爸又争了起来 半个小时后 他们总算是争出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 在还不确定我亲生父亲是谁的情况下 我们都住在首富爸爸的大别墅 因为只有他的别墅 大到能容纳医学博士爸爸的研究室 和保障影帝爸爸的隐私 就这样 一行人准备出发 原本摆得满满当当的东西 很快就被他们三人的助力收走 除了跟我妈有关的东西 我没什么别的东西可收拾的 临走的时候 我还是忍不住问 你们不打算去看看我妈妈吗 三个爸爸同时浑身僵硬 半赏 艰难点头 是该去看看 原本我以为他们不愿意见我妈 等到了我妈的坟墓前才知道 他们不是不愿意见 是不敢见 此时 三人跪在我妈的墓碑前 哭得白眼一番一番的 随时都要晕厥 总裁 你冷静 冷静啊 你还没写一书 你死了 你那偌大的家财可怎么办 首富爸爸的手下开口劝说 齐博士 你的医学研究成果 影帝爸爸的经纪人紧随其后 刘年 你要是出事了 年年没人管不说 明天头条就是你报尸香野 尸体的图片打着简单的马赛克传遍全网 得 这下 三个爸爸都不晕了 看完我妈后 我们就坐上车 正式出发 三人连我坐谁的车都要争 于是最后 我们四个人坐在同一辆车上 得知我们要走了 之前从三个爸爸这里受益的村民们都自发前来送行 看着朴实的村民 首富爸爸又大手一挥 我会安排人来给咱们村修马路 路好了 一切就都会好了 村民们高声欢呼 感动得热泪盈眶 浩浩荡荡的车队到村头的时候 一个女人忽然拽着孩子冲出人群 跪在车前面磕头 求神医救救我儿子 求神医救救我儿子啊 呜呜 不过几下 她的头就磕破了 她身旁的孩子却傻呵呵地笑着 留着哈喇子 博士爸爸不为所动 毕竟要是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救 那她就不用搞什么研究了 眼见着她手底下的人自觉去驱赶 我忍不住开口说 博士爸爸 跪在下面的那个男孩子叫刘二狗 他虽然傻 但是每次掏了鸟蛋都会给我一个 是对我们年年好的人 博士爸爸收起脸上的高楼 走下车去给刘二狗检查 首富爸爸皱了皱眉头 年年 你说的刘二狗 不会是之前那个什么王审要让你嫁的吧 我如实点头后 首富爸爸和影帝爸爸同时暴怒 岂有如此 让你嫁给一个普通村民已经让人不能忍了 没想到让你嫁的竟然还是一个傻子 两个爸爸撸起袖子就要去揍王审一家人 在我的劝说下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气没法全销的首富爸爸指着王审 就你家的路不休 一句话 让王审哭声震天 他各种哭求 还是我松了口 这样吧 之前你是怎么骂我的 就怎么骂自己 骂一天 行行行 王审连忙点头 当场骂自己 首富爸爸一脸嫌弃 站远点吗 十几分钟后 博士爸爸给刘二狗检查完毕 他叹了口气 小时候高烧烧坏了脑子 如果当初能及时送医就好了 可惜 没有如果 这里太偏远了 大家思想也落后 别说就医意识不强 就算是有这个意识 送到医院的时候也晚了 所以医生 我的孩子 不能变成正常人了吗 刘二狗他妈绝望不已 他家可怜 老死的老死 出事的出事 只有他跟刘二狗 如果他走了 那么刘二狗 看在这孩子 对年年不错的份上 我就把他带走吧 别人不能治 但是我能 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好好 谢谢神医 谢谢年年 刘二狗的小插曲 让几个爸爸的神情都有些凝重 略微思索后 首富爸爸再次做了决定 这里风景不错 未来几年 我会把这里规划成旅游景点 到时候 医院会有的 商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就这样 车子正式启程 不过在车子里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 出现在我眼前的 就是一个豪华巨大的大别墅 大到无法想象 我跟着三个爸爸 穿过两排长长的庸人 到了金碧辉煌的大厅 作为东道主 首富爸爸格外自信 打发了另外两位爸爸 去自己的房间 他亲自带我去看我的房间 喜欢吗 我看着粉得让人眼瞎的公主房 满头黑线 但在首富爸爸期待的目光之下 点头 喜欢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后 三个爸爸就又重新出现在我身边 生怕对方跟我相处的时间多了 几个小时后 他们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博士爸爸问我 年年 既然已经来了这里 爸爸就把你转学过来怎么样 不用转学那么麻烦 我没上过学 年年竟然连学都没上过 又脑补我多可怜多可怜的三个爸爸 泪眼连连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老家太偏远 上学不方便 但我虽然没上过学 可是学习一点也没落下呀 背上了一阵后 竞争一向激烈的三个爸爸 难得齐心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送年年去上学 三个爸爸一阵商量 最后还是让我去首付爸爸名下的贵族学院 这样比较安全 教育质量也高 但出于安全考虑 再加上三人都坚定认为自己才是我亲爹 所以一致决定 暂时谁都不公布 等确定我到底是谁女儿了再说 这正合我意 毕竟不管让别人知道我是他们谁的女儿 好像都不能低调了 于是第二天 我坐上了首付爸爸安排的豪车 去了学校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我刚到学校门口 就听到同学们在议论 听说首付的女儿今天来转学过来 我的天 要是能跟首付女儿做朋友就好了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 除了我的首付爸爸本人 还有谁敢乱传 为了压过另外两个爸爸一头 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正感慨着不能低调了 没想到进入教室后 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转校声 我们同时站在讲台上 下面议论的声音隐隐传来 这 今天转来了两个 谁是首付的女儿啊 肯定是左边的于乔 衣服鞋子都是限量版的 旁边的陈年年 衣服好像看不出来什么牌子 听到同学们议论的话 身旁的于乔转头看了我一眼 得意地抬了抬下巴 一脸不屑 简单地介绍自己后 老师让我们入座 教室里只有两个空位 一个在最中间 显然是给首付女儿准备的 一个则在倒数第二排的角落 于乔率先抬脚 直接走到最中间的位置坐下 我的脚步只好拐了个弯 去了另外一个空位 课间休息的时候 大家纷纷围着于乔 乔乔 你是不是首付的女儿啊 对此于乔 腼腆一笑 乔乔 真的是你 于乔又腼腆一笑 什么都没说 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我虽然不想过于高调 可自己的身份就这样被冒领了 也有点不爽 便出声提醒 首付女儿转校过来 只是一个传言 传言是真是假不一定 于乔脸色难看 陈年年 你分明就是嫉妒我 我告诉你 我就是首付的女儿 要不是知道首付爸爸没有结婚 只有我这么一个忽然冒出来的女儿 我都要被于乔自信的态度糊弄到了 于乔身边 对他笑得最谄媚的女生 凶巴巴地看着我 陈年年 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怎么 你该不会还想说首付的女儿是你吧 你也不看看乔乔身上穿的什么 上下加起来一百多万 再看看你身上的衣服鞋子 连牌子都没有 万万没想到 开学第一天 我就在自己爸爸的学校被人吵了 我从不怀疑首付爸爸给我准备的衣服的贵贱 正准备回怼 一个女生走到我身边 贫富贵贱不是看穿着打扮来决定的 都是新同学 大家友好一点 女生的话让我心暖 于乔等人却一脸不屑 这里是贵族学校 谁要跟一个来历不明的穷人友好啊 你 女生气得不行 却显然对不过 一道清冷的声音在此时陡然插入 她身上的衣服是具家顶级定制 一般的豪门贵族根本接触不到 没见识过就不要随便说话 免得暴露自己的无知 说话的是坐在我后面的男生 他原本在睡觉 懒洋洋地睁开眼 说完这番话后就又接着睡觉 不知道他什么身份 被他对了之后 那个女生竟然不敢吭声 只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我回瞪了回去 等到于乔等人离开后 我对着帮我说话的女生说 谢谢你 不用 女生甜甜地笑了笑 我叫白绵绵 你呢 我叫陈年年 我又看向睡觉的男生 不知道他有没有睡着 考虑了一下 还是低声说了一声 谢谢 接下来 我跟白绵绵一见如故 聊得很欢 察觉到我往身后的男生看了好几眼 他压低声音跟我说 他叫顾明 豪门顾家的唯一继承人 是不是很帅 嗯 我点头 不过 我看他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而是因为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他的脸有点眼熟 不过我绞尽脑汁 也没想起来 到底哪里眼熟 由于我要上学 三个爸爸普遍觉得 陪伴我的时间太少了 于是周末一大早 爸爸们就都坐在客厅 等我下楼后 首富爸爸依旧抢先 年年 今天你想去哪儿玩呀 爸爸陪你 你还是去好好管理你的资产吧 我来陪 还是让我来吧 你们都是大忙人 不像我 推掉几个大制作 就有时间陪年年了 三个爸爸为了我这个周末 跟谁玩 争得头破血流 我 不好意思 我约了同学一起玩 先是失落 而后 爸爸们又很开心 咱们年年才去学校一个星期 就交到朋友了 真棒 年年出去要玩得开心哦 接下来 爸爸们给我安排保镖 给我准备食物和水 给我准备小风扇 还给我准备代步车什么的 还个给我塞了一张银行付卡 生怕我冷着热着累着 好不容易出了别墅 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哎 真是甜蜜的负担啊 我跟白绵绵约在商场 一起逛了饰品店 然后在甜品店坐着吃甜品喝奶茶 我们坐在窗边的位置 正好可以看到商场外面的场景 原本吃着甜品的白绵绵 忽然情绪激动地抓着我的胳膊 年年你看 流年 流年来了 我转头看去 想着影帝爸爸竟然也来这里了 谁知白绵绵摇了摇头 不是不是 是流年的海报 好帅啊 他一脸花吃相 以前在村里的时候 王小芳每次提起流年的时候 就很夸张 现在看到白绵绵的反应 我才知道 不夸张 一点也不夸张 激动的情绪过去 白绵绵忽然有些失落 爱 上次我好不容易看到流年 可惜要签名的人太多了 轮到我的时候 他走了 不忍心让好朋友失落 我就开口说 我家有流年的签名照 我明天带给你 真的 嗯 为了让白绵绵更加放心 我补充了一句 我爸跟流年是朋友 重新恢复活力的白绵绵 好奇地问 年年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呀 竟然跟流年是好朋友 不同于普通的明星 需要跟有钱人打好关系 流年好像就不需要 跟任何豪门的人 走得都不近 我爸他 名下有很多公司 各行各业的都有 他还会医术 是个医学大佬 还会拍电影 是影帝 为了显得公平 我把三个爸爸的职业 都说了出来 白绵绵满眼崇拜 年年 你爸爸好厉害呀 还好还好 我谦虚地笑笑 也不过就是各行各业的 世界第一罢了 我跟白绵绵聊得正欢 扑痴 一声嘲笑 从隔壁桌船了过来 转头看去 就见于巧跟他的狗腿子们 满脸嘲讽 简直笑死个人 一个人怎么可能 这也会那也会 样样全能 都那么有钱了 还需要学医 还需要拍电影 陈年年 难不成你有三个爸爸 于巧几个人哄堂大笑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 可是我 确实有三个爸爸呀 我诚实的话 引来的是他们 新一轮的嘲笑 懒得跟他们 在这里浪费口舌 我拉着白绵绵走了 跟这样的人 待在一个空间 晦气 没想到我不跟他们计较 他们还蹬鼻子上脸了 第二天在学校 我刚把影帝爸爸的签名照 签名海报 签名T恤给白绵绵 就发现 以于巧为首的几人 大肆宣扬 我说我有三个爸爸 撒谎成性 虚荣 这就算了 甚至还说我家里条件差 却能上贵族学校 指不定是靠着出卖身体 帮大款进来的 忍无可忍的我 走到于巧面前 跟我道歉 道歉 你配吗 率先跳出来的 还是于巧的头号狗腿子 陈年年 你怎么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你算哪根葱 就你这样的 给巧巧提携都不配 遇到这几个人 我才清楚地认识到 一个人的素质 跟他身处的阶层 和有没有钱 真的关系不大 难听的话还在继续 我抬手 啪 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 他顿时闭嘴 捂着脸看向于巧 巧巧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我又看向于巧 道歉 不然你跟他一样的下场 于巧吓得一哆嗦 却还是嘴硬 我 我可是首富的女儿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 小心我爸爸 要你好看 呵 直到现在还在撒谎 行 那我就看看 你的首富爸爸 怎么教训我 话音落下 我对着于巧的脸 扇了一巴掌 还是班主任李老师出现 拦住了我的动作 陈年年 岂有此理 你竟然敢欺负同学 老师 在你给我定罪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一下 于巧做了什么 我面无表情地看向李老师 他怒拍桌子 不管于巧同学做了什么 你都不能打人 可是老师 白绵绵想为我说话 被李老师凶狠地瞪了回去 闭嘴 校草顾名这个时候站了起来 所以老师 就算别人说你是贱人 说你靠着跟教导主任的裙带关系 才进学校的 你也不会生气吗 李老师气炸了 可偏偏对方是顾名 他不敢说什么 他怒气冲冲指着我 把你爸爸叫过来 叫就叫 我当即拿出手机 打给我的首富爸爸 在他的地盘 喊他过来 显然更有震慑力 十几分钟后 首富爸爸怒气冲冲地来到教室 谁敢欺负我女儿 看到首富爸爸 同学们都惊呆了 首富竟然来了 于巧的狗腿子看向他 瞧瞧 你爸爸来给你撑腰了 这下看陈年年那个撒谎精还怎么得意 就是 依我看 要让陈年年跪着在教室爬三圈 学狗叫才行 狗腿子们说得尽兴 却没注意到于巧的脸色格外难看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注视下 首富爸爸静止朝我走来 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确定我没事之后 转而沉着脸 看向于巧几人 我觉得你们的提议很好 这样吧 要么你们在教室里学狗叫爬三十圈 要么你们家的公司 明天就倒闭 说着 他还不忘指向李老师 至于你 做老师的是非不分 你被开除了 敢欺负我林祥妃的女儿 就要付出代价 现场安静片刻后 哗然 我的天 陈年年才是首富的女儿 天哪 于巧好大脸 竟然连首富女儿的身份都敢冒领 我就说嘛 首富的女儿都隐瞒身份来学校读书了 怎么可能像于巧那样高调 于巧身上的名牌都是 logo最大的款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一样 哪像年年低调奢华有内涵 见几人愣着不动 首富爸爸沉了脸 天凉了 看样子 话没说完 于巧和他的狗腿子们连忙趴在地上 一边红着脸爬 一边叫道 汪汪汪 此时 又是两道惊慌的声音 有远极近 年年 我的宝贝闺女 呜呜呜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飞奔而来 两人就差哭出声了 我 不过就是请家长给我撑腰 他们到底脑补了啥 两个爸爸的出现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我的天 陈年年竟然真的有三个爸爸 不仅如此 这三个爸爸可都是各个行业的顶级大佬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 不应该问我 应该问我妈 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冲上前 一人踹了于巧一脚 一人踹了李老师一脚 然后三个爸爸带我回家 车上 我好奇地问 我不是只联系了首富爸爸吗 还不是他嘚瑟 说你竟然打电话给他 我们就让他开了扩音 正好听到了你说 老师让你请家长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 为自己的机制得意不已 首富爸爸则脸色难看 现在就是后悔 非常后悔 后悔为什么非要在这两个人面前装十三 自从学校的师生知道 我有三个大老爸爸之后 对我都无比的热情 校长发出警告 大家才收敛了一些 为了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首富爸爸还用财力镇压 让这件事情只在学校的小范围传播 这天我跟往常一样 准备去上学 上车后却发现 医学博士爸爸竟然坐在车上 看到我 他连忙做出虚的手势 别出生 我可是好不容易才甩开那两人 争取到我们妇女培养感情的机会 好 我笑着应 等到了学校 我跟博士爸爸挥手 他却看着我身后 正正出神 我回头 就见校草顾名站在不远处 爸爸 轻声换了声 博士爸爸回过神 疼爱地摸了摸我的头 进去吧 我转身往学校走去 发现顾名在等我 谢谢你昨天帮我说话 我对着顾名诚挚地说 没事 顿了顿 顾名才又说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刚才车里的那个男人 跟你是什么关系 他说他是我爸爸 不过现在还不确定 我坦然地说出跟博士爸爸的关系 文言 顾名的眸光却微微暗淡 我看着这样的他 脑海中火花四射 我知道 为什么从我见到顾名的第一眼 就觉得他眼熟了 因为他跟博士爸爸长得很像 再结合他现在眼中的受伤 难不成他是博士爸爸的 博士爸爸偷偷送我上学的第五天 还是被首富爸爸和影帝爸爸发现了 两人声讨博士爸爸的同时 也不忘为自己争取 年年 你都陪他了 怎么也得陪陪我吧 你是不知道 我每天拍戏 脑子里都想着你 影帝爸爸委屈爸爸 首富爸爸也一脸落寞 谁说不是呢 现在 我看到每小时数不清的进账 都没什么感觉了 满脑子都是年年你 为了安抚两位爸爸 我开口说 既然如此 这个周末 我陪影帝爸爸一天 陪首富爸爸一天 好爷 两个大人高兴地向孩子 周六 我跟着影帝爸爸出门 像是第一次带孩子 影帝爸爸有些紧张 显然 他昨晚偷偷学习了一下 按照小本本上纪的注意事项 时不时给我递水 递零食 就连看到我打个哈欠 都要赶紧跑过来 问问我是不是困了 然后让人给我安排个折叠床 为了不让我离开他的视线 他把床就安排在导演的身边 让我躺着 这样他拍戏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能注意到我 救命啊 整个剧组都在忙前忙后 我躺在知名大导演的身边 呼呼大睡 这样真的好吗 剧组的人都很好奇我的身份 但是没人敢问 关上门之后 导演跟几个主演 用玩笑的语气问影帝爸爸 这个小丫头是 她骄傲地将我推到她前面 一脸骄傲地介绍 我女儿 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 漂亮是漂亮 但是导演微微皱眉 但是什么 影帝爸爸双手插腰 凶巴巴 导演的气势骤然变弱 但是 你才三十出头 就有十几岁的女儿了 对哦 影帝爸爸 这样看来 你好像最不可能是我的爸爸 首富爸爸和博士爸爸都四十岁了 比他大十岁呢 别胡说 你就是我女儿 先无比温柔地安抚我 而后 影帝爸爸看向导演和几位主演 一秒变脸 那个年代生早一点 不是很正常 你们说话我不爱听 滚 都给我滚 接下来 除了拍戏 影帝爸爸都守在我身边 形影不离 浓郁的父爱 让我感到微微窒息 我说要去洗手间 才勉强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等我躲在洗手间玩了会儿手机出来 发现影帝爸爸的经纪人林林阿姨 站在她的休息室门口 看着里面 眸光黯然 我走上前 就见休息室里面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正跟影帝爸爸紧紧相拥 察觉到我的出现 林林阿姨连忙收起脸上的难过 对着我勉强笑了笑 年年回来了 然后离开 里面的影帝爸爸听到动静 直接将怀里的女演员推开 行了 我对女人没兴趣 别死缠烂打了 她一脸不耐 女主角不甘心 你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 那你忽然冒出来的女儿 是怎么回事 她指向我 关你屁事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 不知为何 影帝爸爸现在好像格外暴躁 再不滚 直接让导演换女主 你信不信 原本还拉着她的手 缠上她的女主角 在听到这句警告之后 不甘心地捂着脸离开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影帝爸爸看向我 年年 爸爸吓到你了吗 她的笑容格外勉强 深眸中掩盖着痛苦 我忍不住抚平她紧皱的眉头 爸爸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觉得害怕 我都喜欢你 因为你是我爸爸呀 影帝爸爸顿时红了眼眶 他抱着我 哽咽出声 谢谢乖女儿 陪完影帝爸爸之后 就轮到首富爸爸最期待的周日了 他也一大早就带我出门 说是也要让我感受他的日常 可是车子在街上开呀开呀开 都没有开到他的公司 爸爸 你公司离家里很远吗 我疑惑地问 首富爸爸摇了摇头 谁跟你说工作一定要在公司 那是 我好奇的目光 让首富爸爸格外自得 心情愉悦地他又大手一挥 从你刚采出别墅 到现在看到的一切 都是我的产业 以后啊 这些都是你的 他张开双手 像是在表达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有钱 是不是很霸气 快夸我快夸我 为了不让他扫兴 我连忙鼓掌附和 爸爸你可真厉害 那是首富爸爸笑出了声 爸爸 你眼角好像有皱纹了 我弱弱提醒 他连忙收起笑容 拿出镜子照了照 确认自己有皱纹了之后 却只轻轻叹了口气 谢谢你 年年 你出现之后 爸爸笑得比之前多多了 在你回家之前 这么多年 我都快要忘记怎么笑了 爸爸 我握住首富爸爸的手 爸爸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但是你可不要老太快了 放心 我还年轻着呢 车子继续往前 停在繁华的街道中央 周围都是各种连锁店 装修得精致美观 只有正对着车子的小门面 还是老旧的砖瓦房 腐朽无比 周围都在飞速发展 只有这处小房子 像是被时光以往在了这里 爸爸 这里也是你的吗 他摇了摇头 神情忽然变得感伤 不是 这里是你妈妈的 当年你妈妈挣钱后 买了这处小门面 说要挣钱 让我们跟着发家致富 后面的话他说不下去 气不成声 我抱着爸爸 轻拍着他的背 一下又一下 晚上回去后 我在卧室里做了三张卡片 这是我跟同学们学来的 这里的孩子们 好像更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如果不好意思当面说 就会把自己想说的话 写在卡片上 交给对方 而我 在三张卡片上 写下了一模一样的三句话 爸爸 我爱你 一直一直都很爱你 然后我走出卧室 一一送卡片 按他们住的距离 离我远近的顺序送卡片 依次是首富爸爸 博士爸爸 最后是影帝爸爸 将卡片塞进首富爸爸的房间后 我便走向博士爸爸的住所 卡片也顺利地塞进去 准备走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里面的声音 博士 您就跟我们回去吧 您身份贵重 在外面不安全不说 您手下的项目正是关键时期呀 博士爸爸不为所动 我在这里也能继续那个项目 这里是很大 可有很多仪器和设备 根本买不到 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 研究更难寸进 而且 那人还要劝说 博士爸爸怒了 那又如何 我已经为医学 为人民 为祖国活了大半辈子 难道我接下来的人生 就不能为我的宝贝闺女而活吗 心里震了震 我装作没听到 默默离开 给影帝爸爸塞卡片的时候 他正在跟经纪人林林阿姨通着电话 对面苦口婆心地劝说 刘年 你就把那个电影接了吧 只要接了 你的事业定能更上一层楼 他满脸无所谓 我已经是这个行业顶尖的了 还要更上一层楼做什么 可是 林林阿姨还要劝说 影帝爸爸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行了 反正只要是在外地拍摄的电影 我都不去 然后 直接挂断电话 第二天 我来到客厅 三个爸爸都满眼含泪地等着我 显然 他们看到了昨晚的卡片 等我吃完了饭 他们争着抢着 要送我上学 我却开口说道 我跟老师请假了 休息一个星期 怎么忽然休息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还是跟同学相处不愉悦 要是受了委屈 尽管跟爸爸说 爸爸为你出气 三个爸爸围在我的身边 满脸担心 都不是 我请假是因为想好好陪陪你们 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 不止你们想我 我也想你们呢 我直白地表达 让他们喜极而泣 闺女长大了 真是爸爸的小棉袄 呜呜 我真有福气 竟然有这么好的闺女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除了吃喝拉撒睡 我们四个人基本上都在一起 我们一起去了游乐场 去了水族馆 还去爬 山 去望月 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每一天 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周末的晚上 吃完饭后 我坐在客厅学习 爸爸们跟以往一样 陪在我身边 或看财经视频 或看医书 或刷着娱乐新闻 我和尚面前的书本 开口说 我有话要说 他们立马放下手头上的事情 没到我面前 怎么了年年 其实对上三对满含关心的眸子 深吸了一口气 我还是说 其实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我的爸爸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 他们都不是我的爸爸 我妈是个奇女子 在我们那个小乡村 大家勤劳朴素 思想也相对落后 村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下地干活 吃饭和闲聊 可我妈妈不一样 她不种地 不干活 用在网上写东西挣的稿费养我 别家的孩子都不上学 一是因为学校实在是太远了 二是因为 大家并不觉得学习有多重要 反而是从小帮家里干农活 显得更加重要 可我妈妈不这么想 她从我三岁开始 就教我读书识字 虽然没有去很远的地方上学 但是我的学习 一点也没落下 不仅如此 有小伙伴想来学习 她都会很认真地教 一开始 大家觉得她一想天开 静坐先没用的 直到从她手底下走出了两个大学生后 大家的思想都变了 在老村长的举荐下 她成了村里的第一个老师 也是唯一一个 农活是村民们生活的根本 所以只有在晚上或者农活不忙的时候 她才会受课 大部分时间她都在马自 马自之余 她总是坐在院子里 从门口看出去 看向远方 眼底 萦绕着淡淡的悲伤 小时候 我总是问她 在难过什么 她不说 渐渐地 我就不问了 直到她临死之前 她告诉她的过往 我才知道 原来她的心底 竟然有着那样浓郁的痛 原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竟然还有着三个她那么牵挂的人 我妈妈跟我的三个爸爸都是孤儿院长大的 一开始 是我妈妈 首富爸爸和博士爸爸 三个人玩得好 形影不离 后面三个人外出的时候 捡到了影帝爸爸 就带回孤儿院 一起一把屎一把尿地带大 那时候的孤儿院条件没现在这么好 可日子虽然贫苦 几人也慢慢长大 考上大学 生活平淡也幸福 可这世界上总有魔鬼 要打碎这份幸福 大学毕业的我妈 好不容易跟三个爸爸凑钱 买了一间小门面 在烧烤摊吃饭庆祝的时候 却被流氓调戏 三个爸爸为我妈出气 把对方揍了 没想到对方并不好惹 有强大的背景 事后 我的三个爸爸 都被对方抓了起来 对方联系我妈妈 说要么我妈妈过去换人 要么他们三个都得死 为了救三个爸爸 我妈妈去了 那一晚 她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怎么也走不出来 一度想要自尽 可她知道 如果她直接没了 三个爸爸也会活不下去 于是她便跑得远远的 本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死得消无声息 却又机缘巧合地活了下来 她后来时常关注外面的情况 通过网络 她得知那晚欺负她的人 都被我三个爸爸送进监狱 并且听说在监狱 没多久就跟人打架被杀了 后来首富爸爸 经过五年的努力 成立了商业帝国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 也努力奋斗 三人互相扶持 名气越来越大 可我妈说 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是越来越好了 心却还留在过去 都没有娶妻生子 她放心不下我 也放不下我的三个爸爸 便给了我他们三个的联系方式 让我联系他们 将我联系他们的缘由说清楚后 三个爸爸抱头痛哭 我妈妈说 死亡对她来说是种解脱 可对你们不是 她希望你们能彻底 从过往的事情走出来 说到这里 我也忍不住哽咽 客厅里的哭泣声持续了很久 才勉强停下来 可是年年 那么痛苦的过往 要怎么样 才能走出来呢 我率先走向博士爸爸 爸爸 你的生活里 不止有我和妈妈 还有顾明 如果我没猜错的 话 他是你儿子吧 博士爸爸慌乱解释 当时我想你妈妈的时候 喝了很多酒 是顾明的妈妈给我酒里下药 我才做了那种荒唐事 年年 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毫不犹豫地说 可是爸爸 不认他们母子惩罚的 不只是他们 也是你 不是吗 你明明爱顾明 只是又恨着他妈妈 或者 因为觉得对不起我妈妈 才恨他们 恨自己 我才不爱他 他 博士爸爸 想要否认 我打断他的话 如果不爱他 你会在送我去学校的时候 偷偷看顾明吗 一句话 让博士爸爸哑口无言 我又看向影帝爸爸 还有你 林林阿姨喜欢了你几十年 从年少到现在 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 我就是没看出来 他否定得很快 眼神却闪躲 况且 他喜不喜欢 我是他的事情 我又不喜欢他 是吗 如果你不喜欢他 不在意他的话 为什么要故意让他看到你跟那个女主角相拥 不就是想让他对你彻底死心吗 可是爸爸 他要是真能死心的话 就不会在你身边勤勤恳恳这么多年了 我妈妈临走的时候 说他很幸福 只是放心不下你们 他最希望的就是 你们能走出来 而不是跟那个繁华街道里的破旧门面一样 被遗留在时光丽 我妈妈已经离开了 难道你们想等再一次失去在乎的人 再活在无尽的后悔中吗 顾明要出国了 林林阿姨也递交了辞呈 准备离开 两位爸爸 你们好好想想吧 两位爸爸浑身僵硬 好几分钟后 他们抬起头来 红着眼眶看向我 年年 你等我 然后他们两人往外飞奔 看着两人的背影 我欣慰一笑 然后我转头 看向首富爸爸 往常意气风发的他 此时脸上只有落寞 他摊了摊手 你打算怎么劝我 来吧 说实在的 截止目前 我还真没发现 对于首富爸爸来说 有什么十分在意的东西 喜欢的人 喜欢的事 都没有 见我绞尽脑汁 他反而笑了 年年 如今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 我什么都不在意 你的那两个爸爸走了正好 没人跟我抢你了 下半辈子 我都守着你过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但是我妈妈有话跟你说 文言 首富爸爸激动得浑身颤抖 他 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他说 其实 我是你亲闺女 什么亲不亲闺女的 血缘关系重要吗 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 你都是我 说着 意识到什么 他的声音忽然卡了壳 你说什么 你是我亲闺女 嗯 我点头 当年我妈跑到偏远的地方 本来打算自尽的 可她忽然感受到了肚子里的胎动 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 那个时候 肚子里的我已经三个多月了 而经历非人折磨的夜晚 不过是三天前 由于不知道我的具体出生日期 所以他们三个都以为我是那些魔鬼的孩子 才抢着要当我爸爸 我妈妈说 我都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活下来 他又有什么理由 不活下去 这下 首富爸爸紧紧抱着我 嚎啕大哭 当初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前 首富爸爸已经跟妈妈谈恋爱了 只是还没来得及跟另外两个爸爸说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对妈妈的感情是亲情 是愧疚 可只有首富爸爸对妈妈是真正的爱情 博士爸爸和影帝爸爸是在第二天回来的 博士爸爸的身边跟着顾明和他妈妈 他对我说 年年 我已经将我过往 医学研究成果的收益都转到你名下了 接下来 我还是会继续研究 收益嘛 就给顾明吧 放心 接下来没多少的 爸爸最疼的就是你 影帝爸爸也拉着林玲阿姨不甘示弱 年年 我跟你阿姨把我们影食公司的名字改成你的名字了 股份也是你拿大头 其实我对钱什么的 真没什么感觉 但为了不辜负两位爸爸的心意 我只能笑着点头 其乐融融地相处了几天后 博士爸爸继续他的医学研究 能走到现在 医学是他的热爱 不同的是 这一次 顾明跟他的妈妈也跟他一起 陪伴在他身边 影帝爸爸跟林玲阿姨依旧形影不离 可是以前两人需要开两间房 现在只需要开一间 放暑假后 我跟首富爸爸又回到了我的老家 往常偏僻的小山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马路又宽又平整 还有了学校 有了医院 还正在为成为旅游景点做准备 这些都是首富爸爸的功劳 我跟首富爸爸到了村子的时候 整个村的村民都在村口迎接 首富爸爸跟大家打着招呼 我身边的少年却很紧张 我拿出一颗堂地给他 就像当初他给我鸟蛋一样 别紧张 去吧 然后少年就走下车 在村民们的注视在 跪在了他妈妈的面前 他妈妈待至了片刻后 回过神来 哭着抱住他 二狗 你好了 你不傻了 你变成正常人了 而我也跟首富爸爸 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回到家 家里还跟我当初离开的时候那样 一点也没变 夏天的夜晚凉快 我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睡觉 迷迷糊糊中 感觉到有一阵阵风 睁开眼 就见首富爸爸拿着扇子 扇那扇 一下又一下 跟以前妈妈还在世的时候一样 年年 首富爸爸轻轻换我 嗯 你看到天上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 看到了 我想 那就是你妈妈 那就是你妈妈 她一直都没有离开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守护着我们 然后就会让我给你了 我们下车的星星了 到家里里的星星了 我们下车的星星了 我们下车的星星了